直升机执行空中搜索 同时出动探测仪器 换向2000战机飞观盒子雨 11月7号失联至今将近一个礼拜 军方疑似掌握到黑盒子的可能讯号 尽管已经超过黄金72小时 国军搜救作业仍然持续进行当中 有人担心因为洋流关系会造成搜救困难 军方表示疑似掌握黑盒子讯号后 目前正在同步进行海域标定 还有军舰声纳分析搜索 以及打捞书运的规划作业 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失联的何子雨找回来 记者继续报道